可以超过1600户住户的季后市卵卵区 幸福华城社区居住人口众多 不过社区道路却有近20年没有刨除重铺 路况不佳影响居民进出安全 在完成污水盖管加户接管工程后 季后市政府工作方面进一步进行路面刨除重铺 希望提供社区居民安全舒适的道路环境 社区的住户也非常全力协助污水工程 一共有23个管理委员会 1600多户的污水 也都在这一次配合我们的污水工程完成了接管 那我们也配合了工程的接管之后呢 也将这社区的道路做一个全面的刨铺 那据这边居民的反应 这个也都已经十几年以上没有铺过 那其实我们在施工中 也都配合了相关的人口的一个降买 那希望我们这次铺完了之后 这里的道路可以维持好的品质 然后保持更好的一个使用的环境 与原本的路况相比 重铺后的幸福华城社区道路变得非常的平整干净 让社区居民相当开心 尤其对骑车进出的住户来说更是超有感 就是比较不会坦 就是地面比较好一点 就是比较不会那个 有坑洞那些 以前就是坑洞蛮多的 骑车避震器那些都会软掉 是有比较好一点 因为重新铺过了 对对对 以前就是因为 道路常常泡水泥啊 因为有更换很多设施啊 设备啊 对啊什么水管啊 还有什么自载水管啊一大堆 对啊 当然是有差啦 因为有重新铺过了 有差啦 对对对 很久没铺了吗 很久了 因为它工程哦 陆续续 蛮长时间的 公众处方面表示 这次铺设的道路面积 约3543平方公尺 总长度470公尺 经费将近200万元 希望平整的社区道路 能维护民众进出安全 也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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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启腾